记者罗欣珍屏东报道,屏东县政府今年首次在屏东公园举办耶诞节活动,引进时下最流行的北欧风设计,各式特色灯饰奇幻璀璨今晚,2日6时30分点灯,县长潘孟安打趣说,屏东季后几乎四季如春,即使入冬也还是有不少人穿短袖,欢迎各县市民众到屏东度过最热情的耶诞节。 百年历史的屏东公园被打造成光的国度,入口耶诞老人普普封排楼,聚集所有欢乐,耶诞图文与几何三角形并接而成浪漫北欧极光,成了时光隧道,生命树灯光末端不同光色的果实,象征不同种族与生命,进水月让人看尽光影奇幻变化,迷路漫步在公园草地等待耶诞老人来认领, 还有放大版的家屋及各式家具,温暖又有趣。 主灯是将近五公尺高的浪漫水晶球,今天由县长潘孟安启动点亮秋体里芭蕾女孩随着耶诞节庆音乐偏然起舞,搭配白雪纷落的场景,勾起每个人童年憧憬,全场响起欢呼声。 观光传播处指出,除了灯饰外,今年系列活动也充满巧思,从今天起每周末傍晚午时举行文创事集,邀请邻近的太平洋百货及环球购物中心知名商家进驻,现场也设交换礼物早屋,让民众交换惊喜与祝福。 12月16日,23日下午20至50,在屏東公园有耶诞草地野餐,乐兽表演,DIY制作教学,大地游戏及清音乐时光等活动。 12月接下来连续三周的周六,日下午5030分至9030分,还有耶诞老人快闪,将有10位耶诞老人骑乘LED雪橇单车,随机出没于屏東市地区,传递佳音及发放小礼品。 屏東耶诞节登市集日起登场至明年2018年3月4日,活动期间每晚6时至11时点亮,活动相请可上屏東县政府官网查询。